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10月23号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法 改法将在明年1月1号正式的开始实行 此法通过之后近年来与中国有边界争议与军事冲突的印度高度关注 美国之音报道 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陈斌在2021年5月的一项研究中表示 中国过去就曾经执行过类似的法律 主要是为了质疑其他国家挑战中国主权的任何活动的合法性 此类法律涵盖了台湾、香港以及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 2011年出版的《中国和印度大国竞争对手》一书的作者 莫汉·玛利克表示 北京现在正在采用它在南中国海成功采用的法律手段 为其领土扩张提供一个法律掩护 这显示中国的国内法现在凌驾于双边协议既定准则 以及国际法之上 与中国拥有领土争议的国家其实也不只有印度 现在中国与印度有两块领土争端 双方为此曾在2017和2020年向争议地区派遣军队 再往前追溯 在1970年代中国还与越南打了一场边境战争 并且在1969年与前苏联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中国的其他新立法 包括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一项法律 改法律正式规定北京方面 可以动用海警捍卫其在南中国海有正义的领土主张 另外还在2020年通过了针对香港的维护国家安全法 港版国安法禁止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进行颠覆活动 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则是明显的将触手伸向台湾 胡志明市社会科学和人文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阮成表示 新的边界法可能预示着针对其他国家的准军事行动会随之展开 他认为中国可能不会使用军事力量 但是某种强大的力量 类似于准军事的海警会开始行动 而他们备有齐全的武器 新的国界法指出 由于灾难或安全威胁 国家可以封控边境关闭口岸 他说军事人员将对外国军队的任何非法越界做出回应 而武警部门可以处理其他的越境 对于中共通过陆地国界法 印度媒体The Print分析指出 此举可被解释为 试图将中国最近在印度边境地区的行动合法化 现在外界只能持续关注 而该法在明年1月1号正式实施之后 北京当局是否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5号宣布将顽固态度分子列入惩戒黑名单 惩戒的内容包括 禁止其本人及家属进入中国大陆和香港 欧盟特别行政区 限制其关联机构与中国大陆有关组织 个人进行合作 绝不允许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在中国大陆牟利 以及采取其他必要的惩戒措施 朱凤莲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其他必要的惩戒措施包括什么 不过他威胁到中国大陆方面将依法对台独顽固分子追究刑事责任 且终身有效 被点名的台湾政治人物包括行政院长苏贞昌 立法院长游锡坤 外交部长吴钊燮 法广综合报道 北京当局突然的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施加惩戒 被认为与近来台湾在国际外交上进行突破有关 台湾外长吴钊燮在欧盟成员国发起了魅力攻势 直至访问欧盟总部布鲁塞尔 这都是从前所罕见的 而欧洲访台的除了立陶宛 捷克等成员国的议会代表团 欧洲议会的一个代表团也刚刚赴台湾 与此同时 年年频频出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则是有近两年的时间闭门不出 有分析指出 中国和许多西方国家都闹对立了 见不如不见 法国媒体评论 这是中国日趋孤立的表现 美国对台湾表态 似乎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明显 美国总统拜登10月21号被追问时 表示一旦台湾遭到入侵 美国会出兵协防 后来白宫把调子调低了一点 但是国务卿布林肯过几天又说 美国鼓励联合国成员国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 这在以前美国国务卿说这样的话是不可以想象的 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远则与习近平政权误判国际形势 推行战狼外交 推销中国模式 与西方国家形成对立有着重大关系 进则与香港一国两制民存实亡 以国安法推行白色恐怖 还要逼台湾接受一国两制有关系 结果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在今年双十节国庆时明确表述了两岸关系 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面对中国祭出的制裁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近日回应 他为台湾打拼是应该做的事 不受恐吓 立法院长尤锡坤则称 自己的国际知名度好像又提升了不少感觉光荣 台湾的大陆委员会也在当晚就发表声明表示 台湾是民主法治社会 更非对岸的管辖 台湾方面不接受专制威权的恫吓威胁 并表示将针对中共对台恶意举措 也以事实采取必要反制与方范措施 对比台湾政治人物的反应 中国当前的行动 反倒是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出北京官方的交集心态 民主台湾越来越走向世界 而专制的中国大陆 在政治上越来越闭关锁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喊的武力统一 还得要冒着自身与世隔绝的巨大风险 现在可说是骑虎难下 中国近年来对LGBT族群的打压越来越严重 在此背景之下 中国LGBT维权组织 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再次好宣告 再可预见的未来会停止其工作 就连其社交媒体账号也一并关闭 同志平等权益促进成立于2013年 美联社指出 该组织在中国范围之内开展工作 推动同性恋者的权利 提高公众对这个群体的意识 他提倡同性婚姻 并通过帮助个人起诉他们的前雇主 来反对直闯歧视 此外 该组织还是少数的 专注在改变法律和政策的组织之一 自由亚洲电台综合报道 同性恋在中国并不是刑事罪行 在较大的城市 LGBT个人可以在没有太多恐惧或歧视的情况下进行社交 然而LGBT社区的人说 似乎对宣传团体的限制和现在线审查 已经明显的增加 7月份 微信关闭了几十个由大学生和非盈利团体运营的 关于LGBT主题的账号 在2020年之后 曾经一度举办超过11年的上海骄傲节宣布无限期取消 在中国持续压缩LGBT族群生存空间的同时 讽刺的是 中国近几年似乎在国际上 表达了反对歧视LGBT群体的观点 中国代表在去年7月份 于人权理事会发言时表示 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歧视 包括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 歧视和不容忍现象 但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曾经发布研究报告指出 中国官媒不向国内受众传播这些言论 这些表述可能只是为了在国际上为软实力加分 但并不是为了影响中国的舆论 在中国LGBT相关内容仍然经常的遭遇审查控制 有分析指出 中共明年举行二十大 政府对公民社会和少数社群的打压 势必还会进一步加强 中共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在八号登场 明报报道 会中将审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稿 这将会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三份历史决议 观察人士认为 以史为鉴 观照未来 料想会是本次会议的主旋律 前两份历史决议都是在中共 面临重大转折时刻 重大历史关头下提出的 着重解决党内重大历史问题 统一党内思想 进而为新的目标奋斗 中共党建专家认为 决议既为总结中共如何的看待过去的百年 也为展望未来的百年要如何继续奋进 今年是中共第一百个年 终局之年 也是第二个百年开局之年 这使总结历史经验的必要性越加图现 习近平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 曾明确地提出 要用历史映照现实 远观未来 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 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成功 弄清楚未来 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面对这一个决定 中国未来方向的会议 台湾方面也是高度的关注局势发展 台湾陆委会强调 在对台政策方面 习近平与建党百年大会 纪念新亥革命110周年大会讲话上称 解决台湾问题 愿祖国完全统一 是中共历史任务 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七本方针 以及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强调粉碎台独图谋 批台独是统一最大的障碍 民族复兴严重隐患 不要低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决心 意志与能力 任委会强调 台湾作为区域负责任的一方 将密切地关注中共动向与区域形势 呼吁北京当局正是蔡英文总统提出的四个坚持 放弃对台政治框架及强制作为 透过务实建设性的对话处理分析 才能为疫情后逐步恢复交流 创造有利的条件 推动两岸关系良性互动发展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 报导武汉疫情现况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 近日传出命为 法广综合报导 今年38岁的张展 原本是上海的一名律师 在去年武汉因为疫情被封几天后 就只身前往武汉拍摄记录疫情 发行社指出 他拍摄的医院人满为患 病人拥挤地躺卧在走廊中的照片 难得的让外界了解疫情 重疾之下的武汉状况 而张展本人则是因此被捕 并且在去年12月 被以寻刑滋事罪重判四年徒刑 张展的家人表示 他的身体状况现在持续恶化 濒临死亡 对此情况 国际特赦组织4号 呼吁中国政府立刻释放张展 以便让他停止绝食 并且接受他所继续的医疗照顾 记者吴江介组织 也在周三呼吁释放张展 声明表示 国际社会必须向中国政权施加压力 以便让他在为11晚之前获得释放 而现在其实也不只有张展 因为报道武汉疫情 而被北京当局拘捕 除了张展之外 中国现在至少还有另外三名的独立记者 因为报道了武汉疫情被拘 他们是陈秋实 方斌和李泽华 而外界现在无法得知他们的情况 还是陈秋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